最新一个消息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稍早传出在这个双北地区 中永和新店闻山区大停电 很多人都在这个网络上头问说 是不是停电了呢 还有人看到有消防车正在灌旧 还有这个建筑冒出浓浓黑烟 甚至有人看到火光 对此呢 北市消防局是回应表示说 今天早上九点多 位于这个景龙街的万龙变电所 里头的变电箱起火了 不过五人受困是三级火警 那么目前是传出双北停电的区域 包括了有永和 新店 木栅 万龙 还有深坑等地区 那么至于呢 还有什么消息来看到 是有人在这个9点42分的时候就报案说 发现这个万龙变电所出现了 这个很大的浓烟 消防局呢 在9点50分的时候 就派人到达了10点23分的时候 就控制住了这个火势 26分的时候就扑灭了火势 索性现场无人伤亡 不过呢 传出是有部分的民众因为停电 所以受困在电梯里头 不过陆陆续续都脱困了 另外这一次消防局呢 是派出了有这个20辆的车 还有两辆的救护车 一共是有57人到现场来救援 讲到这个变电所 变电箱 有这个爆炸的情况发生 导致多处停电 附近的居民透露说 当下听到了超级大的爆炸声 一起来听 我正好在附近 那我刚好要带女儿去打AZ疫苗 那很多诊所都突然跳电 所以很多长者在那边排队 也没有办法打针 那因为那个电力 那个健保卡都不能插卡 那除了烟以外还有什么声响 听到很大声的爆炸声 因为我就在附近 然后就赶快赶过来 有会感到有点害怕 怎么突然在这时候 有大爆炸的声音 所以也感到很害怕 那因为这边很多文山区 很多长者 不晓得有没有吓到 那现营非常担心 长者有没有被吓一跳 因为突然爆炸 然后又停电 这个是通常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听到那个消防队很积极的 就出动好几辆消防车 还有救护车 那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在台电附近 有些什么状况发生 就马上过来看第一时间 才刚刚发生这个电厂爆炸消息 台北市信义区呢 同一时间也传出有停水消息 这个居民们纷纷上网 在这个信义两三式交流停水的一个状况 表示说呢 停电之后立刻就发现 有停水状况发生 至于这个详细原因呢 还有受影响的住户数量 有待这个台水出面来说明了 另外呢 这个我们中天新闻举办的 公投大辩论民意大平台呢 针对了核四公投的议题来进行辩论 对于台湾的未来 到底会不会缺电的部分呢 正反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起来听 今年我们在五月十三五月十七都发生过 这个停电的事件 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是不是知道 今年台湾用电最多的是哪一天 应该是在七月的时候 那应该不是五月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用电最多的这一天 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跳电的意外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电力是不是足够 我们用电最高峰确实在七月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所有的机组都需要 都需要有时间来 都需要有时间来做维修 你不可能 不可能一年 这个所有机组都不维修 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被载容量 然后才会有足够的被转容量 那我刚刚那个图 各位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未来 我们都是大幅的增加再生能源 可是那些再生能源 到了夏天的晚上 我们风力发电相对来讲非常的少 我们也没有太阳能发电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调控的电力 所以我的预期 我的预期未来几年 我们晚上缺电 晚上必须有 必须分区停电是一个常态 如果我们不使用核能发电 那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 这个温室消耗性气体减量的一个问题 你不要跟我讲 如果你要讲说是再生能源的话 请你告诉我 台湾的再生能源 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 那扣除再生能源之后 我们要用什么样发电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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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电话